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鹹蛋哥 我今天来到刺乎这个小道 做人呢 有时是要来小道静下 拋开点烦恼嘛 对不对 拿了三天假期远离圈流嘈杂的城市 清静的小岛吹吹海风 听听朗盛 这次锁定了比较有原始风味的士夫岛 对了 这座士夫岛 不是萨拉娃的士夫 它是属于游佛州东海岸的一个小岛 整个小岛的形状就像一个沙楼 倒序的东南面是一个聚集赌民的小村庄 而岛的西北面主要是度假村 连接两只中间的陆地 广度不超过一公里 全岛长约6公里 覆盖岛上的热带植物欣欣向域 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 沙滩金色细缘 周围的景色交双辉映 美不胜秀 凌晨1点起床 1点半正式出发上路 从南北大道转入 迅拉去迪萨鲁高速公路 去到丰盛港 最后穿过了寥阔的游中原 来到丰盛兰码头 现在是8点出 距离度假屋派人来接应的10点 只有一段时间 我们先吃个早餐 然后去付码头费 和购买海洋公园的入门票 两行付费都是5元 剩下你的时间 唯有在码头放下飞机 玩下航拍 这个码头比较简陋 但出记地 有着老人快针在旁边 哈哈 10点过后 正式出海 去到我们去到度假的 就有另外4位友族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 当天在度假村的游客 就只有我们7个人 哈哈 快艇城峰破落 大概20分钟 就到踏了士库岛 其实说句老实说话 第一次见到到的时候 就以为是快艇途中经过没人的方道 而当快艇开始减出 靠近岸边的时候 难免有一瞬间的恶言 岸边已有度假屋的工作人员来迎宾 去度假 最期待的当然是落脚睡觉的地方 大家充满兴奋的心情 跟着工作人员 带领我们去度假屋 而眼前那充满炎士风茅的小木屋 将会是 未来的2万住宿 我们住的是15号的小木屋 外观披上茅屋的设计 从内到外都是原始的风味 首先入门前 就有个向海的私人阳台 入门就见到有挂了炆砂的睡床 再走入碟 就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半开放式洗手间 兼洗凉房 夜晚去厕所 偶然会遇到昆虫飞过 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窗口只有窗帘遮掩 而门口只有大梵布掩住 度假屋比树林怀抱 木屋又不是完全密封 所以木屋里提供了炆香驱炆 屋内没有冷气 只有电风扇 除此 也没有电视机和WiFi 手机讯号更近乎是零 一切回归生活上的原点 其实透过朴素放空自己休闲 才是真正的度假之道 收拾好行李之后 是时候去饭厅吃饭了 度假屋提供一日三餐 今天的第一餐 令我对这里的食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咖喱鸡丁饭配蔬菜豆腐汤 味道不像一种外面的食物般 重口味和重味正 饭后有水果 起炎热的八月 吃西瓜 简直没得顶 吃饭之后 当然要四处去走走 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 度假屋有酒吧 饭厅 阅读间 潜水中心 工作间 员工宿舍和SPA 刚刚吃了饭 现在我们要去行山 经过一些森林的地方 前面就是森林的肉口 吃饭之后 我们去重林徒步 之前我搞错了 以为穿越森林的同事需要行山 而实际上整个路程都是相当轻松的 只是在这种炎热的节日会非常多蚊 所以带定一支蚊帕水是必然的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 我们就穿过了重林 来到岛上的另一边 这里有另外一个度假村 度假屋建立在六林中的树荫霞 这里除了感到音量之外 也隐约感受到阵阵西味的海风 地上有不少不知是否是松果的果子 在向前走就是广阔的金色沙滩 由于大家趕了一天夜车 没睡到个靓觉 所以今天就不要继续向前 去到岛的另一边 我们很悠闲地享受了一阵海风和浪声之后 我们在穿梅之前的重林回到自己的度假屋 整装之后 我们去海滩潜水看鱼 毕竟带了高普罗尼 当然要潜水捕捉一些海底镜头 不过话实话 就以海底景观来说 度假屋的沙滩和之前去过的喇哇岛相比下 明显是输涉不少 再加上不知是否因为龟后风的缘故 在沙滩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海风 住在岸边的度假屋 也听不到沙滩串离的浪声 幸好当天不算是沙滩 搅水 看下鱼仔 和找些彩石 都算相当捨异 在度假屋小睡了片刻之后 就到大家期待的时间了 在昏运的帆厅和大海陪陈下 享受了一个浪漫的晚餐 晚餐有鱼扒饭 茄子炒啤汤和海鲜沙律 感到相当满意的晚餐 吃饱后就去酒吧连线上下望 然后回房搞几回合的晚餐 就大交分了 今天都算非常满足 明天就去到岛的另一边探备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